本集节目由永丰金控冠名赞助 翻转金融共创美好生活 以新闻开启国际视野 永丰金控与您一同掌握全球脉动 大家好欢迎收听联合开炮 我是郭重伦 我们今天要请财新传媒的国际新闻部的主任 徐和谦先生到我们节目来 那为什么会请他来呢 主要他现在人在台湾 然后他最近这段时间 在两岸之间也一直是有来往 他现在工作的单位虽然是在中国大陆 但是他对台湾有非常多的深刻的观察 他本人也是台湾人 那他之前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 也曾经在爱迪堡大学念了历史学的硕士 我现在想请教徐和谦先生 就是要想要来请他来谈一下 他对现在两岸的一些基本的观察 何谦先生你好 郭老师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想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因为从台湾这边到中国大陆工作人并不多 尤其你工作的时间也蛮长的 有将近快10年的时间 你能不能先谈一下你的经历 你是台湾历史系毕业的 那是受到什么样子一个机缘触发 会让你到中国大陆去工作 尤其是你在财新传媒 这个是一个媒体 是一个高度敏感 在大陆来讲 是一个受到高度管制的一个行业 你又是怎么样到传媒来工作 其实到中国大陆传媒 我觉得一开始是基于一个好奇心 我记得在2007年那个时候 当时台大因为我在台大念书 还没毕业 当时台大的新闻研究所 他请了南方周末的前总编辑 钱刚先生到新闻所做了一系列的演讲 给我们讲讲大陆传媒 当时的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变化跟发展 那特别是大家可能还记得 就是2008年前后 在这个中国大陆刚好是一个 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 包括经济高速增长 然后跟国际社会的关系 也在处于这个非常多的新的可能性 新的关系 不断的建立这个时期 那我就觉得在这个社会的剧烈的转型期 这个媒体 他其实会对社会扮演很重要的工作 那这个从台湾的角度来讲 我是1987年次的 那刚好是生在台湾这个解研 然后这个政治转型 基本最大的关卡 迈过去的那个年头 那所以随着我们一路长大 到了二十几岁 快要这个毕业就业的时候 我们就感觉说 那好像这个传媒在台湾 这个能做的最精心弄破的 最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的很多的作用 好像在2000几年的台湾 已经这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 那可是当时的感觉 好像在大陆还是很多的 还有很多方心为爱能做的事情 特别是当时互联网 这个也慢慢在大陆普及开来 那网级网络 在大陆的这个商业生活 社会生活 跟这个舆论生活当中 都开始刚刚起到很多很大的作用 那我就很想有这个机会去看一看 你那时候是听到前刚的演讲是大几 大三 大三 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差不多立定之项 想要将来到大陆去发展了吗 当时也没有那么笃定 但我当时就觉得说 因为当时刚好2007年的这个年底 我还记得 然后到2008年马上要总统选举了 那我就觉得当时其实这个社会的氛围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2008年3月应该就是马英九要上台 那我们就可以预设到说 马英九上台 那样关系应该会有很多的新的可能性 新的改变 那果然这个也被我这个运气好壮上了 就是2008年的这个大陆办奥运的那个夏天 那我们当时就得到一个实习的机会 能够到大陆的各种单位去实习 那是台大第一次和大陆这个 应该是大陆的全国科学吧 一起共办了一个让台湾的学子 去体验大陆职场的一个 一个一个熟悉实习的program 那那那那当中就有这个 我现在服务媒体的前身 当时叫财经杂志 那我就报名了 那也很幸运就被录取了 那录取就去看 那就参加到这个 当然我是台湾来的 所以当时让我主要盯的是这个两岸方面的新闻 那当时新闻也挺多的 包括这个当时的中华奥运代表队 就到北京奥运去参加这个活动了 参加比赛了 那我们还还能够有机会到奥运村里去采访一下 这个带团的中华奥会的这个团长 那包括当时民进党籍的 时任的这个云林县县长苏正芬 他也来破冰 也来大陆卖水果 变成说两岸之后 马云九上台之后 第一个破冰的地方县市长 是一个民进党籍的县市长 所以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发生 那所以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扁案 就是说到最后还要感谢一下阿扁 就是说在阿扁卸任之后 很快检掉针对阿扁的海外密葬的调查 也就同步的在进行 所以之后就一连串的 这个陈水扁的起诉 然后一审二审这样的推进 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当时服效力的实习的团队 就很希望说 当我结束实习回到台湾之后 能够有机会为他们继续公稿 再从台湾公稿 因为第一线 对吧 就能够看很多细节 而且大陆对这个事情也非常的 一是感兴趣 而是非常的 就除了看阿扁本身这个人的 这个很戏剧性的起落之外 与此同时 他们对于台湾正在启动的说 媒体对这件事情的监督 然后检掉为什么能够独立的办案 然后当时如果大家可能还记得的话 就检掉跟公民社会之间 还有很多的关于 是不是侦查不公开 然后检掉是不是提前泄露一些案情 去引导媒体报道方向的 这样的一些争议 那很多多个层次的维度的拉锯 都让大陆这个乐听人 或者是媒体感到非常有意思 所以我也就在这个时代的夹缝当中 就能够从台湾为他们公稿 那当然后来我毕业之后 我自己在台湾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我在台湾工部门工作了三年 然后后来13年 我觉得我在台湾第一份工作做的 学习的也算到了一个阶段 就是到海外去读书 到了苏格兰 然后到爱丁堡去 刚好13年14年碰到爱丁堡他们的独立 苏格兰人的独立公投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种一些台湾人 我们就看英国怎么去消化老牌民主国家 他们自己内部的分离主义问题 我们去看了 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那到底要去哪 台湾我当时觉得我对台湾蛮熟悉了 一路26 7年都待在台湾 我觉得台湾的事情 很多事情它怎么发生 它的经纬 我或许可以预料 但是中国大陆 就是我们在台湾 就已经对中国大陆很有兴趣 但是其实每次去都只是短期的参访 交流 你还是一个客人 你从来没有机会去一个居民 或者一个被雇用者的身份跟视角 去理解社会运作的脉络 特别是当年我们在台湾 也算政坛的边缘 政坛的边缘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属性 永远是要去advocate 要去主张两岸更多的交流 更多的整合 或者搭建更多的桥梁的派别 我自己就感觉到说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思考 或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人 其实没有自己真正在大陆 有比较长时间的停留 有比较真切的很多的 不是只是作为客人的这种真切的 跟社会体制互动的感受 然后就在台湾提倡这些东西 好像似乎有一点点不负责任 所以我就觉得 从个人兴趣的角度来讲 或者从政策主张的报复也来 好像是应该到大陆去累积更多的理解 累积更多的经验 所以就14年秋天就这么去了 一路到现在 我打他后来 当然2016年民进党上台 那两岸之间的交流就急剧的降温了 这个对于你在那边的工作 或者是你的整个社会的环境 你有感受到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从2016年以来 当然整体来说 大陆的媒体对台湾的曝光 或对台湾的多角度的立体的呈现 就变得比较淡化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就是说特别跟马英九 国民党之间这8年的 两岸所谓的大交流 大合作的这种氛围相比 到了16年以后 当然不可避免的 就是说两岸在政治上重新走向对峙 特别是近几年来 就是说所谓新冷战的氛围 这个风再吹起来 台湾在国际空间上的很多的作为 也让中国大陆感到如梗在喉 所以他在政治面上 对于台湾的报道 他就比较线索 但是民间的交流 我觉得还是在冰封之下 还是不绝于旅 还是有在动 特别是经历三年疫情之后 我们看到2023年大陆重新边界开放之后 也有局部的回温的迹象 但是对我个人来说其实还好 因为到后来16年 当时Trump快上台的时候 Trump大选之后 我就感觉这个世界要乱起来了 所以我就跟公司请调 说我以后是不是能够 原本我前头两年 是从14年到16年 我主要做大陆内政 关注大陆的医疗 教育 社保 三农 城市建设 16年秋天 我就请调转到国际部来 然后说未来可能国际新闻会有很多事情 所以16年之后虽然两岸新闻淡了 但是国际事还是很多 很热闹 风云跌起 所以我后面这几年一直到现在 我都主要的责任 其实是cover国际新闻 顺便当然因为我自己出身的关系 两岸也在我天然的守备范围当中 我想特别问的 就是接下来最近三年的疫情 尤其2020年以后 那你刚刚说虽然2016年民进党上台 可是民间的交流仍然是很密切的 但是2020年经过疫情以后 不仅是观光 学生之间的交流也都断掉了 这个事情赞成两岸交流的人就觉得是很悲观的 但是主张两岸不要来往的人其实蛮高兴的 就觉得这样子 其实把民间交流没有了以后 其实两岸之间的这个关系似乎也会越拉越远 你自己是乐观还是悲观的 在现在疫情已经结束之后 这样子的动力会回来吗 还是你怎么看这事情 是我觉得这个乐观跟悲观的理由都有 但是我自己在大陆也常被问 因为大陆也有很多这个对台湾 或者是对这个民国时代有情怀的很多人 有时候我们一起一块聊天 然后他们就很惆怅 大陆第一代来台的老兵 或者外省世代49年的这波移民 很多都凋零了 未来是不是台湾就已经没有人真心想跟大陆 发展比较真诚的带有感情的来往 他们就很惆怅 未来怎么办 我永远就劝解他们就不用太惆怅 因为台湾海峡也就140多公里宽 人跟人之间 两个社会之间 永远会找到发展各种新关系的理由 跟方式 当然成如郭老师刚刚说的 其实在疫情之前 2019年大陆来台的自由行 就因为政治的原因就断掉了 这当然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个事情 而且看起来到目前为止 大陆方面并没有准备要恢复 批准大陆公民能够重新来台湾自由行 大陆叫个人游 但是与此同时 即便在疫情阻隔之下 我自己也发现 这两三年来 两岸的普通的民众 就真通过网路的方式 包括通过抖音 通过小红书 这些大陆自己开发的平台 好像有了非常多 集生 就是说他不是面对面的互动 但是他变成 就是说两岸交流 从原本我们想象的 这种知识精英 产观学高层 这种工酬交错 现在已经深化到 很多的普通民众 就在这些软体上面 去分享自己的生活 然后甚至很多人 在那边互相的讨论 特别是小红书 因为它是一个女性群体 用户比较多的一个软体 所以他的讨论的 这个氛围 跟这个话题都比较软性 都很有意思 他不像男生多的 用平台 可能吵了半天 就是统独 打仗 然后怎样 共产党国民党如何如何 这个是我那人告诉我的 我那人他本身大陆人 所以他来到台湾之后 他就发现 台湾也有很多小红书的用户 然后这些用户 几乎就没有特别去意识到 小红书好像是一个大陆的平台 他就在小红书的用户上 就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 在哪里买衣服 然后彩妆 哪里有什么餐厅好吃 甚至是有的时候 会有台湾的小女生 就在小红书上面说 这个好像找一个大陆男朋友 东北人高高壮壮的 看起来很好 然后就会有大陆用户 下面女用户在下面留言说 这个东北人都很直男癌 就没有什么好 台湾男生比较好 然后台湾的女用户 又会一拥而上 又会互相吐槽 互相落口求进步 但是你就发现 这个很有意思 就是说两岸永远会找到 很多彼此的共同的话题 包括另外像 现在我就台湾 最近大家也讨论 台湾的夜市里面 好像也出现很多这种模仿 从抖音上看来的料理的制作方式 有一些料理 包括前几天我有朋友 就说好像学乃宝 在台湾很流行 大陆小时 然后我说什么学乃宝 我自己都没听过 感觉我就说 这个是在摊贩上 在夜市里流行 很多新的事物 我在大陆自己是都没有注意到 但它已经进入到台湾社会 所以我觉得 但是我想问你 官方其实台湾的官方 对于这种从社群平台来上的 不管是小红书或者是抖音 其实是担心的 他们担心说 大陆会有意无意的利用这样子的平台 比如说对台湾展开 认知作战 尤其是越接近选举 他们越有这样的担心 你自己是怎么看这样子的 官方方面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 是我觉得台湾方面 当然民进党政府 他当然有他 从他的党派利益角度来 他有他担心的理由 毕竟两岸的 我想两岸的人民 就说越亲近 或者说你在思想认识上 并不觉得对方是陌生人 或并不觉得对方是这种亲面獠牙的 你发现两岸社会彼此 通过这些互联网上交流 发现彼此都是正常人之后 这个其实我觉得 大家所谓的见面三分情 或相视及时有缘 可能他确实会让台湾很多用户 在一方面他在看大陆的这些 不管是硬性的 带有政治信息的一些社群网站的内容 或者说软性的 这些山川大河 美食流行 他慢慢会觉得说 大陆社会是跟他一个比较 关系特殊的社会 或许台湾用户并不会因为上了抖音 上了小红就觉得 大陆社会就是我的社会 我想这个短时间就不会打成 台湾社会它毕竟还是 可能是台湾人的认同 或思想里面同心缘的 最内核的那一圈 但他可能会让 他可能会对大陆社会有一种连带的 或者比较特殊于其他社会的 或其他国家的一个感情 这当然可能是民进党 从选举历来说他并不乐见 但我觉得另一方面 他可能也会让台湾社会去避免 在两岸关系上做出一些极端的选择 当他发现说 就是说大陆的上也有这么多 跟我一样 为了生计奋斗 重视孩子教育 天天每一到周末就想着 又要带孩子去哪里玩 已经想不到去哪里玩的 这些年轻的家长 大家彼此当发现彼此的生活 有很多可以互相共鸣 或互相参照 或许要去做出某种政治决定 或说在投票行为的时候 或甚至是政客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 或是其他党派的政客 他在做出提出一些政治选项 或政策方案的时候 可能也都会避免极端主义 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 是由两岸人民一起构建的 一种护栏 或者是一个防波堤 我再问你 就是说有一个同事跟我说 因为我们现在 每天在网路新闻上面 他说很奇怪 我每次在选大陆新闻的时候 如果是那些高大上的 或者是大陆 比较正面的形象的新闻 点击率都很差 但是如果有一些那种 比较负面的或比较奇怪的 甚至是台湾人这边觉得匪夷所思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的 点击率都很高 那这个你觉得是不是反映出 其实台湾对大陆 有某种刻板印象在那里 那这些刻板印象 你在台湾也相当一段时间了 然后你在大陆也待 你觉得台湾对大陆 现在是不是有某些刻板印象 那又是什么 我觉得相对来说 同时与此同时 就是说你郭老师刚刚说的 这个现象在大陆的媒体上 特别是社交媒体上 也完全存在 台湾的各种光怪陆离的事情 政客有小三 然后议员跟官员 在咨询殿堂上打飞所问 或者是有时候 部队或者是官场 出现什么丑闻 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情 永远也是点击率最高的 在大陆的社交媒体上 我觉得两边的媒体都 或者说两边的阅听人 天生都会有一种 就是说去追逐这种 耸动的新闻的 读者的渴求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苛责 我们自己在这个行业 非常理解阅听人 但这样子这些 用这样子的新闻所堆砌出来 会不会越来越造成 台湾跟大陆之间的误解 或者说这里面的距离 会被越来越拉越远 所以我一直也在大陆 跟很多大陆的社台的学者交流 甚至有时候是交锋的时候 我也一直说 在大陆操资 在我的部分 包括大陆自由行 对台的恢复 应该赶快做 应该就是说 毕竟你能够让两岸的交流 以及两岸旗舰和刻板印象的化解 重新在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发生 自然的融化 自然的去填平这些观念上 或认识上的勾获 其实是对两岸和平最好的一个保障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 大陆还是一个政治挂帅的社会 所以当大陆的判断 就是说在大的政治关系 没有好转之前 他们很难局部的 或单方面的去做 单独把旅游这块抽出来 那就旅游开绿灯 然后民间交往 大唱其道 大陆现在坦白说还比较难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海外的很多 目前居住在海外的 原本从大陆出来 不管是念书经商工作 还是移民的这些人 这些大陆在海外的移民 他对台湾也很有兴趣 最近洛委会也开放 只要在第三地 你有一个一年以上的长期签的人 基本都可以来台湾 所以我也听到 我很多的朋友 就开始重新再跟我打听 就说来台湾现在要来看什么 现在哪里怎么走 等等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聊胜于无的一个好现象 甚至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如果台湾能够通过这些方式 我相信不只是从大陆出来的人 包括香港的华人 甚至是新马 东南亚的华人 我觉得台湾不管怎么说 它还是在华人社会的一个非常独特 也有一个非常独特 非常深厚积淀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制度积淀 文化积淀 或台湾社会走过的 政治转型的历程 包括还有台湾 现在在产业上的一些 养老 长照 绿能等等方面的 一些自己的优势 我觉得把台湾的门开得大一点 让更多的人能够跟台湾 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不管是旅游的关系 投资的关系 甚至是短期访学的关系 甚至是让孩子来上台湾的小学 上一年把中文学好 学学正体字等等 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台湾未来 可以去做的事情 从地缘政治的现实的角度来讲 跟各方广结善缘 跟各方积淀 更多深厚的关系 我觉得是保障台湾安全的 一个好的方法 所以你觉得台湾的社会跟文化 对大陆还是有吸引力的 我的问题是 当然政治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说大陆人还是想来台湾 还是想知道台湾的这些事情 是意味着台湾在这方面 是对大陆还是有吸引力的吗 对我觉得当然也很难说 也不能说对大陆的所有人 永远都有吸引力 但是对大陆的至少一部分的人 当他要去看 就是说每个社会 总会不管大社会还是小社会 总会去思考 我们今天的处境是什么 然后我们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要往哪里去 我觉得从大陆的社会的角度来看 周边包括台湾 包括日本 包括新加坡等等 甚至包括香港的一些问题 那都会是大陆自己社会 特别是社会精英在思考 下一步制度的很多的解方的一个参照系 我想台湾又尤其是一个可值得观摩的 一个或者说可值得作为境界的一个对象 包括大陆现在已经有的很多东西 像大陆的大部分的城市 特别一线城市 他都会有一个叫做12345的市长专线 或市长信箱 他其实最早就是从台北市的 或台湾的1999市民热线 从两岸台北上海的双城论坛 然后来学习过来的 所以当时上海市还派了一些干部 就在台北的1999电话客服中心蹲点 去理解说一个市政府怎么去处理 来自民进的这种 我想还有一个事情 也是台北跟上海交流的结果 就是台北开始做垃圾分类 现在在上海其实也是 前一时候一直在推行当中 像这种东西其实就变成说大陆 虽然大陆没有像台湾的这种 比较西方化的这种选举机制 但是通过12345的市民热线 然后去直接去解决基层的一些毒点跟痛点 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去交换 他的治理合法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包括自己在北京 我也打过北京的12345 我就怀疑我们家好像附近的一个 是不是有人半夜偷烧垃圾 或者说垃圾焚化炉是不不达标什么的 后来12345的人就给我回电 然后就跟我说了半天 然后就说他们也晚上 他就说你是几点闻到 我说半夜11点半夜2点都有异味 他说我们也闻闻看 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了半天 然后还去调查我家周边 是不是有这种废弃的工厂 然后再给我做一个回复 然后希望我能够同意他的解释 然后结案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就是台湾经验的 一个蛮好的一个交流跟输出 除此之外 我想包括台湾 这个是政府层面 当然台湾更珍贵的是一个 民间的活力跟创造力 包括我们的养老 包括台湾的在性别意识上的宽容 包括对同性恋 同性恋恋或同性恋群体的宽容 然后对于宠物产业 宠物经济现在是一个大陆非常夯的 很多年轻人不生孩子 但他愿意为宠物投很多的钱 甚至是一些观光旅游的一些 细化的一些服务 我想这个东西确实台湾还是有蛮多 不敢说让大陆取经 但是可以跟大陆作为一个对比 毕竟都是一个华人社会 大家对很多风俗行为 人跟人之间的观念还是相通的 所以我觉得一旦两岸的关系 如果能够好转这些社会交往的接力棒 会很快的重燃 这个我倒并没有很悲观 反过来你觉得大陆对于台湾人 现在还有什么样子的吸引力 我的问题是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那个时候去大陆 你充满了好奇 你也抱着希望能够交流 甚至在那边工作 现在你要给你的学弟 对于刚离开大学 学弟妹们刚刚离开大学 你要跟他们建议 是不是还适合到中国大陆去发展 那大陆能够带给你什么样子的一个愿景 或者大陆能够吸引这些年轻人的地方在哪里 是我想这个 经过这么些年的变化 大陆我觉得我包括在大陆自己 跟大陆方面的朋友 包括他们一些主事的官员聊 我也说台生台青的登陆 可能会遭遇一波小的岛春寒 我觉得这是首先是大陆自己的发展路径 就包括他大学生逐年的扩招 现在一年毕业大概一年就是1000万的 对1000多万的大学生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700多万 2014年我在大陆是大概700多万 现在1000多万了 那大陆自己本身的大学生要这个在毕业之后 要在一线城市 我们说北上广深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 经济最繁衡的地方 要去落脚 要去待下来 其实本身都很辛苦 他的每个月要付出的房租 可能就是他拿到的工资的几乎一半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现在凭着大陆的 大陆的对大学人才的培养 他也并不会说 因为你一个人从台湾来 我就把你另眼相看 就给你加30% 40%的精准 你要就算你能找到工作 你的这个竞争的起点 起新的续新的起点 可能跟大陆毕业生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对台湾的年轻人来讲 还有没有吸引力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 那前几年呢 这个大陆 这个在疫情之前吧 我北上广深的这个 我自己观察到服务业的薪资 其实是一度超越了台北 或台湾的这个平均的标准 那但是呢 疫情之后又有一点回落 那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台湾年轻人要登陆 那以一般人的条件来说 可能北上广深还是比较辛苦的 要去找到一个好的 试财试所的机会 他可能要去往二线层次走 往省会城市走 那甚至是有一线可能 二线半三线的城市走 那这样的城市走呢 就是说一方面他的这个 续新薪的工资水平会有个天花板 他未必有这么大的优异 那即便他工资上的去 还考虑到台湾年轻人 可能还考虑到离家里遥远 跟亲人分别 每年这个机票往返的开销等等 所以我觉得从就业角度来讲 或许这个大陆对台湾年轻人 最有吸引力的那个高峰点 或许已经过去了 但是对一部分的台湾人 就是说他如果不想 只是在台湾的职场打转 他想去处理不同层次的问题 或者他想要去handle 不同规模的市场的群体 包括他的客户 然后他想去有这种历练 自己管理很多分店的这种经验 或者是想去做一些 所谓的国际级的deal 我觉得大陆确实对一部分的 有这样的怀想的台湾年轻人 还是有它的开放性 跟它的吸引力 但是对普遍来说 我并不认为任何一个人 都很适合到大陆去就业谋业 我们刚刚谈的 大概都是比较就是个人的 是是是 我想接下来谈就是和谦 你的专业 就是谈国际新闻 在旧金山那个拜习高峰会之后 现在中美关系明显的 有缓和的迹象 但是也有人认为 这只是暂时性的现象 不可能中美会真正的和解 尤其是明年台湾的选举 然后接下来又是美国的选举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 美中关系 是 我认为虽然在旧金山举行的 习近平跟拜登的高峰会 两边都有去管控这个关系 避免螺旋下探 然后希望这个关系止跌 甚至是止跌回升的这样的一个诚意 我想诚意双方都是有的 但是正如郭老师刚刚所描述的 我觉得从总体的格局来看 中美之间的长期的战略竞争 或者说具体到台湾自己所面对的 这种地缘跟安全上的军事的这种对峙 我觉得短期之内很难消解 它可能会伴随着台湾很长的时间 当然台湾它就作为两大板块当中 夹缝当中所处的一个社会 那也格外的需要智慧跟一些耐心 还有一些审慎去应对 中国大陆当然我想它并不是说 要对美国进行一个战略欺骗 就是说我只是假装跟你好 我另一手实际上还要准备挑战你的霸权什么的 我自己认为说 这几年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精英层的交流 学界媒体知识智库等等的交流 也很缺乏 所以两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误读跟误判 也有一点严重 那特别是郭老师肯定也非常清楚 美方对于大陆在谈所谓百年之未有的大辩局 或是谈东升西降 非常的介意 就认为说中国大陆似乎就想要认定美国要输了 美国日垂西山日搏西山 然后大陆要称霸全球 当然我想中国大陆他可能并没有短期之内 就是说这个短期就是30年 3040年之内 可能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野望 或这样的企图 他我觉得中国大陆首要的 目前的首要任务还是在发展自己 还是发展自身 以及发展自身之后 针对自己国家周边的 周边的形势 包括西太平洋的形势 他可能希望出现一个比较自己稳控的 然后不要对自己针锋相对的不利的这样的局面 但是至于说是不是要到发展到美国 那个程度 在全世界七八十国家都有军事存在 都有军事基地 然后是全世界所有国际多边组织的背后的制度的设计者 甚至是运行游戏的主导者 是不是要发展到一步到位 就是说在短短10年20年就要到那个地步 甚至是要把美国的势力驱逐出西太平洋 我觉得目前大陆好像也没有把这个东西 当做他的战略目标 或者是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定义 所以我觉得两边当然大家重新接触 包括从6月布林肯去北京之后 一系列的耶伦 雷蒙德 好多的部长都到了大陆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多沟通多对话 有助于消敏误解跟误判 但与此同时 郭老师刚刚也讲的选举季迫在眉睫 特别是台湾的台湾问题 所谓的台湾问题 当然台湾也很多人觉得台湾不是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议题 它永远会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的操织权 操纵发球权会操之在美 我相信台湾不管是蓝绿或者是白 哪一党执政 它的政治选项应该不会预约出 华盛顿给台北所划下的行为空间的范围的边界 我相信赖金者当选 我会有一当选 空间当选 应该都不会说我就要跟美国开干 我就要跟做一个美国完全不同意的事情 台北还一定要做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至于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大陆比较担忧 或觉得不可测的是说 如果美国是想要稳控台海局势 或者说台海和平对美国有利 对世界都有有利 这是一回事 如果有一天情境发展到说 美国就要用台湾议题给中国大陆挖一个坑 他知道这是你不得不跳的一个坑 我就要在这个议题上拉高掉门 甚至是跟台湾一起合作 去做很多超过了中美以往默契 或以往这个红线的这个事情 那届时中国大陆怎么反应 那我想这个也是大陆 不只是官方 包括我想商界 投资圈 甚至所有跟大陆 在深大大陆内部 跟外部世界发生比较多联系人 都非常关心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明年这个1月13号 再过一个月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大选 我想这个在大陆的关注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你的意思说其实台湾这边担心选完了以后 海峡两岸之间会紧张升高 其实大陆那边在一般民间也会这样子担心 对应该说台湾海峡 就是台湾的这个政治的走向 以及台海问题的这个紧张程度 他不可避免的跟中美关系是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相信在大陆呢 他这个希望中美关系平稳的人呢 应该也都希望台海不要生死 台海维持一个可控的 哪怕是冷和平的 这个大家不太接触不太往来 但是也不要出什么意外的一个局面 毕竟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说 稳定中美关系 一方面呢是稳定这个大陆的自己的内部的经济预期啊 就是大陆也都知道说这个你要投资啊 外贸啊 所有的中国跟外部事业关系 那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轻语表 中美关系如果不好的话 那中国跟至少跟西方事业关系可能都不会太好 这特别是涉及到科技跟投资 很多他即便不是美商 他是欧商 他也非常担心到大陆做什么东西 然后一回头被美国制裁了怎么办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部分的理由 那那第二部分理由呢 我们也看到说中国大陆在 在这个2023年是疫情开放后的这个第一年啊 那他也非常积极的要去跟他的近邻啊 就这个近邻 可以也可以远到澳大利亚吧 就澳大利亚 日韩 我们都看到一些这个回温回暖的一些 或者修补过去这两年这个局 这个局雨的这个这个这个迹象 那那我相信这个东西也也也必须 去奠基在中美关系不要太坏的基础上 如果我这个想特别问你 因为在几年以前 大家就一直提到中国大陆的外交是 外面称呼叫战狼外交 其实那个时候 是带人家比较负面的一个形象 但是你说的最近开始从澳大利亚 说这个习近平明年要访问韩国 乃至最近对欧盟的一些互动 你觉得有一个会从过去 大家所描述的战狼外交那边走出来 慢慢走向一个和缓 随进的一个方向去吗 我觉得这个战狼外交这个标签 当然大陆官方总体上是比较不乐见的 觉得你是对我的一个污名化或什么的 大陆一直用自己有所作为 或是敢于争辩 敢于辩论 敢于跟你厘清事实 敢于对外面的 从大陆眼中是公结 或者是泼脏水来予以回击 来诠释 他在外交不管是言辞上 或者是对外的所谓有赏有罚上 他用这种心态来诠释自己的互动 当然我也感觉到 我觉得这个俄乌冲突 这个一方面俄乌冲突 让俄罗斯跟西方的关系 一下子进入非常严峻的地步 我想中国大陆也看在眼里 那他可能也会去预估到 就是说这个 如果有一天因为台湾的问题 或因为中美争霸的问题 导致中国跟西方世界的经贸关系 很不好 甚至是出现一些制裁脱钩 包括Swift 交易系统被断掉 断开这种情况 自己能不能有一个战略回旋的空间 能不能有一个贸易品跟原物料 继续大家还能够所谓的外循环 内循环外循环互相带动的一个外循环 还能不能稳得住 我觉得这也就可以 从这个心态考量 我觉得可以去看到 大陆去比较积极的这几年 跟中东 包括特别是阿联酋 台湾叫阿拉伯联合大共国 还有跟沙烏地的关系 为核心看到 他对中东的局势的关切 跟投资投入 提高了很多 在东亚我们也看到 包括最近新品到越南去 其实也是一个 包括这几年 过去十年跟印尼的关系 在佐科总统的执政当下 中国跟印尼的关系 大踏步的前进 我觉得这也都是他的一个布局 如果西方不亮 东方能不能亮 如果有一天跟西方陷入一个 比较犬牙 针锋相对的一个情况 我能不能继续从东盟十国 能不能继续从南亚 能不能从西亚中东 哪去到北非 去打通我的另外一个能源的 能源跟战略物资的一个循环链 我觉得这也是大陆想要去布局的 所以他一方面 他可能针对特定议题 他比如说跟日本 夏天的时候为了核处理水排放 福岛核处理水排放的事情 闹得非常的不愉快 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说 在那个事件过后之后 大陆也做出了大陆 因为我不能阻止你排海 我可以阻止你的海产品 输入到中国大陆市场 但与此同时 单一议题不应该凌驾 如果不是原则性的这种战略性的根本分析 单一议题不应该凌驾 或者说笼罩全局 全局上还是希望 比如说他们现在又要努力在促成 尽快召开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 总理级别的 习近平跟岸田也在APEC见了面 所以我觉得就说大陆的外交 还是特别是近期来 就2023年下半年以来 我觉得展示展现出了相当的一个灵活性 怎么样重新打开局面 怎么样重新争取外国社会 特别是外国的经营媒体智库政界 不要再用有色眼光去看待中国大陆 能够跟大陆恢复到一个疫情前的 这种2019年以前的这种正常的交往 我觉得是一个当务之急 我最后想问你 你这样子来回在台湾跟大陆 你最后想要给台湾这边有什么样子的建议 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你想要谈的 对 我觉得关于这个方面 我想刚刚其实已经触碰到一点 我觉得台湾要有社会要有更大的ambition 要做大自己就台湾其实在这个 今天的位置上 世界位置上其实很独特 那也很重要就台湾人的选择 或台湾选民的选择 有的时候是有关非常非常多人的这个身家幸福 包括我想不只是中国大陆 包括日本现在也也非常关注台海 包括韩国关注台海 东南亚更不用提 那我觉得这是一方面 所以台湾应该把自己的门打得更开一点 让更多的愿意跟台湾发生 或短或长关系的人都能够在台湾社会找到一个接入口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当然会有很多配套上的挑战 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台湾是可以向新加坡的政府的这种胸襟去学习的 新加坡这个大概500多万人 不到将近600万 那他可是他的公民数只有400万 他有一百多万人都是各种层级的migrant workers 有蓝领的有白领的 会有来研学的短期来参访的 他这个国家 当然新加坡他把这个门就打得很开 任何地方来的人 只要愿意在我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事情 原则上你只要不是来这个不是坏人 那我都有一个适合你进入的一个入口 那台湾社会好像还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 包括我们的户籍制度 我们的出境管理 我们的移民制度等等的 甚至我自己感觉就说 这几年由于疫情的关系 包括大陆观光客来的少 我们的服务业的薪资 现在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 因为台商台厂在大陆获利了结 把钱回来 这个钱很多进入了房地产 房地产蹭蹭的涨 但是我们的工资没有看到 还是台湾的服务业也是个内循环 虽然台湾人的服务业品质非常高 店家职工职员也都非常努力 但是我们看到薪资的增长幅度是有限的 如果能够我们把门打得更开一点 让我们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人 在更多的外部来的人 不管是大陆或其他社会的人 在这边能够或短或长的居留 我觉得对于拉升台湾的经济效能 特别是劳动的报酬 我觉得都会有立竿进的 很显著的带动作用 其二我觉得另外一点 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具体到 处理外交 两岸关系 国防安全战略问题的这些社群 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党派化 就是说偏蓝银的或偏绿银的 精英大家彼此的沟通感觉比较少 特别是年轻一代 就是说50岁以下的 我感觉可能也因为在政治上 因为两边的朋友也都有一点 可能在政治上大家各位其主 所以平常彼此都在党派 党同伐异的攻防的前线 很难有什么 虽然彼此也都认识 但很难有什么推行致富 或者说关起门来坦诚交流 不会宣传 不会造势 但是是坦诚交换我们彼此的看法 跟我们所见所闻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台湾 非常应该去做的 甚至是我觉得像联合报这样的 有公信力的媒体平台 应该可以来扮演一个打桥者的作用 因为其实一个世代 一个世代在处理这些问题的人 他这个圈子都不会很大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部分的 因为台湾的智库的文化感觉 智库的积淀 坦白说也都有一些党派性 或有一些政治性的色彩 很难有一个比较 大家都能接受的这种中立的机构 来把大家都拢在一起 而且举办一些不公开 不躲外 不为了宣传 甚至不做记录的 大家关起门来 好好聊他的两天两夜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活动 我觉得这其实是台湾非常迫切 需要的一个机制 非常谢谢徐和谦 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谈 他在台湾的这些感受 谢谢 感谢郭老师邀请 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我们下次见 上网搜寻vip.udan.com 到联合报数位版 看更多精彩的报道